大家好,这期视频是教大家怎么样擦内存,让自己的电脑起色回生 像大家家里的旧电脑,经常有那种你开机之后它通电,但是你显示器不显示 然后就一直用不了,就像现在这台电脑这样,我开机之后,因为它的显示器是没有反应的,是不会显示的 一般不怎么懂电脑的人的话,对这个就素手无策了 像一些客户啊,像我们的客户经常从很远的地方包着电脑,走很远的远路过来修电脑 然后一下子就把它弄好了,其实这很多原因是内存那个触角氧化造成的 现在的话,把这个机箱盖螺丝拧开,把机箱盖打开 准备把机箱里面的内存先把它取下来 取内存很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会的啊,不会的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话,一般的人都会知道怎么取内存 打开之后的话,内存是插在那个风扇的,一般是风扇的右边 CPU风扇右边,有的有两根插槽,有的有四根插槽 现在视频里这个是两根插槽的,先把这个内存它顶部和下部都有卡子 把卡子按下去就可以把这个内存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可以用卫生纸或者用小孩子读书的橡皮擦也可以 把这个内存的金色,这个铜的触角,用力的擦一遍,仔细的擦 频率和你撸管的频率也差不多,就那样撸就行了 你擦之前就可以看一下,估计触角上已经氧化比较脏了 你用力擦一下的话,可以把这个触角擦的亮一些,擦干净一点 两边都仔细擦一遍 撸,撸管那样撸 内存的话,它中间有一个缺口的 它是对应主板那个插槽有一个突起的缺口 它是防呆的设计,你插反的话是插不进 现在内存插完之后,把这个内存在原位插回去 请你另外换一个插着插更好 两边先卡到位,上下用力按,按紧,它会有那个咔的声音 那说明装到位了 把盖板盖上,我们再去试试一遍,看能不能点亮,能不能显示 插上点燃线,再接上显示器的线 让我们开机 好,等一下我们看能不能把它弄好 显示器会不会改亮 好了,现在显示器是已经显示了,说明这电脑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所以这方法很简单 所以这方法很简单 然后再试一遍,按下去再试一遍